1.3220左右的这个区间 这是英镑的支撑位置 下行英镑欲支撑 减仓过关卡 我觉得在中间在这个位置上可以去减掉 把下面的这个价码的这单可以减去一半 我们在那天是做了1.5手 把它可以减掉中间的0.8 减掉一个0.8去保留一些 减掉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它还有大约1000多的盈利 评完之后会凭出一个 平仓之后我们会看到它会凭出一个 凭出一个1341块4毛4的一个 一个这样的一个单 所以有英镑的同学可以做一些平仓的动作 哪些同学带着英镑单呢 哪些同学带着英镑的这个值盘的单呢 今天我们在做的时候 整体上在甲州盘包括欧洲盘时段的时候 没有去新开新单 最主要是最近的这个行情走势呢 还是比较比较有变数的 所以在这儿呢 没有去新开一些特别多的一个新单去 去开始啊 但是 等到下周的时候 可能会行情能够走的比较好一些啊 我们同学 我今天我非常高兴的了解到 我们有些同学在这个英镑的行情当中 抓到了千点行情啊 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这是英镑我们去做一些平仓的平仓的单呢 那那假设英镑这个地方去过了关卡呢 我觉得过了关卡可能会 继续去保留他的 这个交易当中的这个 这个仓位啊 就是就好像说我们这个0.15 0.15怎么来的 0.15就是之前我们英镑有平仓单啊 获利了结之后的平仓单 然后破位之后 加码加回来的 那我们在之前的时候 底部就已经出过一次啊 我不知道各位同学有没有印象 我们在底部在这儿的时候 是英镑去出过一单的 底部出过一单 反弹上来高点的时候 那知足互换再次去 再次去 这个交易的单啊 所以把这个单的去做起来 我看看我们同学的交易的状况 我们同学有 许可有有这个有这个单啊 没有加码单啊 这个加码单 当时减仓的时候把它减完毕了 减了 其他同学可能都没有这个单了 好这是我们看到的 英镑的图形啊 那这个行情 我个人觉得英镑 以它如此凌厉的下跌行情 可能会再走一波走势 那这波走势可能会 破位到这个下方去啊 这是它的破位点 那读书的读书 应该是1.32的这个位置 1.32如果破位之后了 可能会再次去往下做啊 不排除它去从这边破下去的这种可能性 那当然如果如果它往下走 那我们再次去把这个单的再去去补回去 棒的这个图形也是啊 有同学问到说 远见财讯的代单 是的 这是在上一周在做远见财讯的时候的 带大家去做的单 都在现在对落下来的摩托形发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